今天我们如果看到新闻方面的话 其实已经会有一家A股的公司 他说他会出让他的10%的一个股份 给国资那一边等于是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国资接盘的那个意思 那这个出让这个股份干嘛呢 就是为了还他的那个质押的股份 就是他现在 不然的话 他这个钱还不上来 那个我就是叫被迫平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关于这一方面 质押股份的一个风险呢 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开始看到 讨论的越来越多 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 首先在这几年啊 都是有一个A股有一个风潮吧 就是大股东有一个质押股份的一些行为 然后呢他用来了融资 但是现在呢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A股比大家想象中暴跌的更厉害 对 所以说他们说很多 其实都已经是在一个 就是平仓线甚至是已经跌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啊 那之前我们记得是深圳国资委那边有说我们要有一个百亿资金 等于是用这样的钱呢 来选择一些企业来扶持一下 对不对 但是这个现在说出来的那个扶持对象呢 可能就是他会选一些 不是我们大家以为的就是一个大面积的涵盖 但是你知道吗 在深圳上市的一个公司啊 但是他不是深圳本地公司了 那深圳上市的公司 六成以上的公司 其实都牵涉到大股东的一个 哇 他的一个股份的一个抵押 就是六成以上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国资呢 好像也说要慢慢出手了 其中甚至是包括上海 那这个就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 前一段时间不是特别讨厌说一些国进民退啊 或者怎么样的吗 那现在没有办法 就如果好像感觉那个名撑不下去了 国真的是要进来 然后才能把这个市场给救下来的一个情况啊 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一轮啊 经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暴跌 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风险来显现出来呢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一次可能只有白衣出手的话 其实也跟我们过去的一个经验有关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比较多的一些大股东 他们需要资金都会把股份抵押 然后如果你是况不理想的话 那那个股票的价格下跌 其实每一个就是抵押的付款给你的一个公司 都会设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管理的一个程度 所以如果你跌破了就有平仓的一个风险 一平仓如果你一只股票 不单止是抵押一家公司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会出现一个 大量的一个炮售的一个情况 那就会拖累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种情况 你说的情况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这只公司它已经拿它的那个股份 拿去给这个证券行作为一个抵押 但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个扣去的一个工作吗 你不知道它后面会做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再抵押再抵押 然后你有可能就 因为有很多这些情况有可能出现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下跌的一个突然暴跌的一个情况的话 肯定会触发这个平仓的一个潮 所以其实后面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真的不止抵押一家公司的话 后面其实它下跌暴跌的一个可能性会更大 就像是那个火烧连环船的这种效果 对 所以为什么就现在可能就你刚才提到的是 大概有六成的一个公司 可能都会有这个就是抵押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要拿出这个百亿的一个资金 我比方说就打一个比方 就是这一家公司抵押到证券公司的一个 金额可能几千万 那你百亿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救很多家公司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是要损 因为我相信就是这六成的一个公司 不是所有都是基本面非常的健康 也不是所有的鬼 那个深圳国资委那边 对 觉得有兴趣 对 所以这一次就可能救的是一些比较大型的 或者是它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的话 我自己觉得可能就会对于整体的一个支撑力 有所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脱离大盘的话 其实这个风险很多 如果你是一些小盘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个公司爆破的话 其实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是比较炒作的一些股票 可能反应没有那么大 所以现在就看它这一次力度是不是这么够 如果是的话 其实A股它搭跌的可能性 可能现在也可以暂时可以避免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底这一次出手 是慢慢逐步的去看 就看清楚到底要不要救这一家公司 还是真的不理了 就全部有风险的就放水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要看 就是这个政策是到底怎么去运行 明白 我们有那个A股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股份质押大股东 抵押股份的一个情况 欣婷你好 你好 欣婷你好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正好是跟身边的嘉宾 陈奋珠其实聊到这个质押股份的一些情况 以及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个火烧连环船的一些效应在那边 我这边有个数据说是一些内地的券商 他统计说差不多可能还有2300间的上市公司 他的那个大股东的股票还是就是在进行抵押中的 而且是可能占到了A股市场的总股本的接近有一成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数据是作为一个参考 大家来先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可能会去哪里 那今天好像这个市场上面 一方面是有看到有些真的公司 他说我可以出让股份 甚至是国资委有接盘的一些情况 我说的是东方园林那一边 但是好像这个明明应该是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大家心定一点 还是反过来市场会担心说 这个就是一个开始 说明这个流动性各方面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市场反而趁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开始有个出逃的一个现象 好的 自从我们A股跌破了熔断点之后 就一路下挫 今天更是跌破2500点的总数关口 从今天来看的话 指数已经是可以说之间是破了 技术上来看的话也都是破了技术线 包括两桶的中国石油 对 中国石化这些 中国电间 都是出现了暴跌 看了一下刚才有接近50个股票是跌平板 那么整个市场恐慌情绪蔓延 指数已经破了2014年以来的 1月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目前呢 融资融券股票质量的爆仓情况是比较严重 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 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质量都出现了爆仓 然后呢 地方国资也说出手进去救市 同时呢 也有明资也想参与进去当地的上市企业 但是我们发现作用都不大 因为呢 目前现在大家的信息确实不足 那么包括两融的 因为融资融券本来它的这个比压的比例就比较低 算是一个可控的范围了 但现在券商看到了也有很多两融的仓位都有出现 可能爆仓和而且平仓的风险 那么数量也是比较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市场一听到自然的消息 也确实都一片恐慌 那么出逃即这样的情况很明显 那我认为呢 现在大融还没有止跌 然后同时呢 我也觉得暂时没有什么新增的资金进来抄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注意控制下 目前市场的一个风险 那么急跌之后 要等政策回暖 等大家看到有成交量进来之后 才来做决定会好一点 我暂时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主持人 这个这句话真的是心里听了更凉不凉凉的 那个因为也的确是传出说是一些内地圈商 因为看到相对的一个风险 部分甚至是把那个就是很多的 就是包括股票质押的这样的一些业务都关闭了 那同样呢 我注意到像是市场上面又看到啊 这个刘鹤他出来也是有一点这个稳定军心的那个意思啊 在开会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这个要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现在面临的那个突出的困难啊 但是似乎现在就是政府不是说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 甚至是就像您说的地方的国资委其实也有出手 或者是准备出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好像这个市场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反应啊 反而是从一些负面的一个角度来解读的那个感觉是更强烈一些啊 对啊 对啊